大家好,我是阿 Kant 今天這個影片呢 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跟文端是要帶大家去吃吉野家 那為什麼要吃吉野家呢 因為吉野家在10月5號的時候 有新推出一個菜單 叫做黄毛鮑魚好鍋 喔~~ 每年日本的秋冬 季野家都會推出限定的單品是 壽喜燒牛肉鍋定食 然後今年就是有特別推出 黑毛和牛的牛肉 壽喜燒定食的話是 648日元不含稅 那黑毛和牛的壽喜燒定食是 998日元不含稅 黄毛和牛的壽喜燒定食是 真的嗎? 啊 我知道了 我經常吃了 那前跟不一樣 那是沒有 現在是 которая很高 但是很高 但是這個罵沒得到 但是這根就不喜歡 口床和牛的威力 對 很高 這雲的 這個人是 就連人是 牛的鍋金 都會讓我出現 都不壽 我都不壽 那次 都不壽 我都不壽 我是個還 每天年期 輕易燒 我都不壽 吃了 配醃 都不壽 是 剥熱 一倍 成 很大量的食物 所以只要做到那些食物 我腹都很大 我只能做到那些食物 也很不健康的生活 文章每年都有他的訂饭 例如说这个月份的时候 要去吃 马克兰奥特的月份 然后这个月份 要去吃有新诺亚的牛 吃太多的铁 哈哈哈哈 我喜欢的期间限定的 有很多的 每年都会吃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都会吃的 瑞翔喜欢冬季纳奥特的 三角的巧克牌 好 那我们就去吉野家吃吧 再吃吧 你很饿了 嗯 好饿了喔 我们来到了夜晚的吉野家 哇 超棒的 有ポケモン 有ポケモン 现在我在举办这个 ポケモリ第三蛋 我没有知了 有ポケモリ 我只有1分钟 你很想的 你很想的 哈哈 雅骨兽 雅骨兽是宿马宝贝的 这个ポケモリ的意思是 买小朋友的牛丼就有顺个玩具 这个呢就是现在有的 黑毛和牛すき焼鍋 哇 还在地上位呢 嗯 寒暖了 もう冬的 然后由新诺亚是 早上8点营业到晚上12点 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到店里面了 这个是他们的菜单 这是期间限定的 黑毛和牛 寿喜烧锅 跟普通的寿喜烧锅 我们点的就是这两个 给文当吃高级点的 我吃便宜的 等下等餐点来 再给大家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那这个呢就是一般的菜单啦 应该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吧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台湾的吉野家的 台湾有一些什么 牛肌酸宝洞啊 在台湾的寿喜烧锅很像餐厅 但日本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便宜 有些女生可能会不敢进来的地方 这文化差异蛮有趣的 可是现在为了要招揽年轻的女生客人 他们就有出一些 非常小碗的饭 让女生也可以进来吃 那大家可能讲到吉野家都会想到牛洞 可是现在不只是牛洞 还有卖这种定食 炸鸡定食啊 炸鱼定食之类的 就是它的菜的种类有变比较多 然后还有泡菜啊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这个W定食 就是它有两种主菜 像是有牛肉又有炸鸡 有牛肉又有鲸鱼这样子 而且还为了顾见刚还要写这个 这个现在还有鰻鱼饭 然后我自己看到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 这个是Lite's Up 是日本的类似瘦身健身房的那种概念 吉野家有跟Lite's Up合作出一些比较高蛋白质 跟低糖质的餐点像这样子 全部有丼有丼有丼 女人今天的ших 蝕装料 那个endo在日文就是 动饭那个动的意思 所以他们送的这个礼物就是特别学名字 都懂得神奇宝贝 然后还有早餐 超多的 我是没有吃过鸡的那样的早餐 还有近代 looked at 然后定食的味噌汤也可改成臀汁 也可以改成蛤荔汁汤 还有蜡它什么 我每次都会加超多的烤� Bulgaria 来了我的牛肉酥喜沙定食 文當的黑毛和牛還沒來 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碗白飯 還有醃製菜 壽喜燒 壽喜燒裡面有牛肉 還有這個類似烏龍麵的東西吧 紅蘿蔔跟蔥 還有豆腐 文當說一般日本人都會點兩倍肉 這樣吃的比較痛快 還有味噌湯跟生雞蛋 因為吃壽喜燒要配生雞蛋 然後我是文當的黑毛和牛壽喜燒來啦 嗚! 你不覺得那種黑毛和牛的感覺嗎? 嗯 像我一樣的看到 我看著看過吃的 可以看過吃的 但是這可以吃的它很美味 然後它們有很滑油 很滑油 我記得以前在味噌湯裡吃的 你吃不吃嗎? 多分 看起來很好吃哦 很好吃 對嗎?黑毛和牛 看 它們都是每年吃的 感覺很不一樣 感覺很不一樣 那就說一句就吃吧 就說一句話不一樣 這個肉很不喜歡嗎? 我猜的 很奇怪 怎么样 不是吧 分开 全然 哪里是不错 摆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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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不错 脂也不错 这里有 炒饭的 却后面有 首先是普通的 鱼肉 我最喜欢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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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很好吃 黒鲁鱼肉 這跟我的已經很好吃了 吃飯很大 吃吃看 吃飽和麵 這個要吃嗎? 哈哈哈哈 柔軟的味道 我這個味道很美味 完全不一樣耶 我這個味道比較好吃 甘味的味道比較好吃 對 對 中間吃的味道 對 味道比較好吃 牛吃的野菜很棒 嗯 我這個味道比較好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味道 我也有點老人 在大學生的時候 都可以吃得到 我以前的味道比較好 我以前的味道很喜歡吃 我以前的味道很喜歡吃 味噌汁喝起來 很長的味道 所以 我們發現一般的壽喜燒 跟黑毛和牛的壽喜燒 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它的湯長不一樣 你們看這個是普通的壽喜燒 它的湯看起來就很清澈 這個是黑毛和牛的壽喜燒 你有沒有感覺 有很多油分 有很多油分 HLC的方法 是這裡的 油分比較好吃 對 可能 日本的三大牛丼店 就是吉野家 還有松屋 跟 Tia 但是我是因為文章才看 他們就不喜歡吃壽喜燒飯 因為韓國 食物是改變的 嗯 我沒有吃吃吃吃 台灣人吃的牛 很漂亮 也很棒 還有雲魚 我們都不吃雲魚 有甜 我吃了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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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裡面附的麵 你喜歡烏龍麵 更像是板條 我吃了很多東西 然後吃完才發現一件事 只要點這個壽喜燒鍋定食 飯可以變成大碗 或者是要去都是24小時不用錢 好划算喔 我吃了很多東西 晚上 我吃了完全沒有 所以我吃了很多東西 晚上的我和雲丹 吃了很多東西 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吃了很多東西 這次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就說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吃了很多東西 吃了很多東西 吃完回到廁所裡了 好吃 好吃耶 這時候我吃了很多東西 你剛剛好看喔 我一開始想說 黑毛和牛 應該會跟普通的壽喜燒沒什麼差 因為一般的壽喜燒 雖然寫壽喜燒 可是我覺得味道吃起來 好像跟牛丼沒有差很多 所以就覺得應該也會差很多 就沒想到肉體吃起來 完全不一樣 300元的那種美味性 買的價值也不一樣 嗯 絕對就像牛肉餃子一樣 嗯 但是 有點脂肪 但健康的方法是 普通的牛肉餃子也不一樣 肉很美味的是脂肪 可能脂肪很甜 脂肪很香 對 我最初吃的牛肉餃子也不一樣 很脂肪 口中的牛肉餃子也很脂肪 很脂肪 而且是超柔軟的 普通的牛肉餃子也不一樣 好像是不一樣的 肉餃子也不一樣 嗯 是從10月5日早上11點開始賣賣 這是什麼時候呢? 寒冷的時候終了 可能是3月的時候 可能是10月的時候 11月、12月、1月 4月 這是文章自己猜的不是官方的數據 如果住在日本要吃解家的話 大家就可以嘗試看看那個黑毛和牛 我覺得很好吃 它有發的那個價值 税辣以為1000元超過的價值 但是有價值的價值 嗯 哇 對嘛 這個也要使用耶 100元而已 1000元以上的價值 也要吃很多 還有黑毛和牛 也要吃得更多 也要有價值 大家有沒有看到 每次我們兩個拍影片 說後面那個小熊貓 我看到了 哈哈哈 超可怕的 有時候會看到兩隻 現在只客得到一隻 我們後來就發現啊 攝影機會把那個焦點 堆在後面的熊貓上面 然後反而就我們兩個變狐 表現就有人說話的時候 然後沒有 好 你要放上來 不是 好 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 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要吃解家的人 可以來吃看黑毛和牛 好嗎?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晚安 晚安 掰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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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